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婚外情的对象都是谁 不都是女人吗 每一个婚外有人的男人 背后都有一个这样的女人 这就像性别比例一样 相差不大 我们见过很多傻傻的男人 为了外面的女人要跟自己的原配妻子离婚 离婚后再婚的日子却越过越差 这个时候才会想念自己前妻的好 这类男人十有八九都会后悔的 但是女人却不一样了 她们即使跟丈夫没什么感情 婚外有人了也不会随意离婚 女人更愿意保持现状 这样一路走下去 女人婚外有人了 回家为什么不拒绝丈夫 三个女人说出了苦衷 一 小女是四十岁 结婚十八年 丈夫是我第一个男人 嫁给她的时候她一无所有 我也还是个二十二岁的女孩 为了让丈夫能够安心赚钱 我选择做全职的家庭主妇 照顾三个孩子的饮食起居 一个人包下了所有的家务活 孝顺公共婆婆 没钱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嫌弃过她 她对我也还不错 但是这几年她的事业有了起色 人也变得忙碌起来 有的时候几天都不回家 一开始我没觉得什么 但是渐渐她对我不感兴趣了 我才知道婚姻出了问题 她一直都是一个精力十足的男人 我们只要几天不见 她一定会跟在我后面 无视线殷勤 现在的她完全变了 一定是外面有人了 但是我却没有任何证据 既然丈夫冷落我 我也才四十岁 我不能就这样守国寡 过完下半生吧 这个时候夏威出现了 她三十二岁对我非常好 那种热情和体贴 我已经好几年都没感受到了 每次丈夫不回家的时候 我就会去跟她小聚一次 没有韩石山盟 只有彼此陪伴 但是我们都知道 她不会娶我 我也不会为了她离婚 我们只是人生路上 偶遇的过客而已 我的生活还是需要依赖我的丈夫 她每个月要给钱家用 如果没有了丈夫 我也没什么生存的技能 日子会过得非常苦 如果丈夫回来了 我也是不会拒绝她的 她毕竟是供养我的男人 二 周女士五十岁 丈夫猜忌心很重 我跟丈夫是童年的 但是她的身体没有我好 我感觉每天都是精力充沛的 但是她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也许是男人衰老的特别快 她渐渐对我也失去了兴趣 其实我也不需要她做什么 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个人抱着就特别有安全感 但是她连这一点都给不了我 她需要我的时间 真的特别特别少 所以她主动提出分房间睡 自己搬到书房去睡了 我才五十岁 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空虚 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开始失眠 晚上整夜睡不着 我打开手机找人聊天 熟悉的人不聊 就喜欢跟陌生的人 清土自己的心生 这个时候有一个男人 吸引了我的注意 他跟我相差不多大 但是他的妻子已经更年期了 所以他和我的情况更相似 我们聊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就见面了 成年人一见面就知道要发生什么 我们都毫不避讳 但是丈夫的猜忌心很重 我每次外出 他都会问我 去哪儿了 干什么了 所以我十分谨慎 我们虽然分房睡 但是他偶尔会需要我 我是不能拒绝他的 如果拒绝了他 他对我的疑心就会更重 以后就会对我更加防范 三 一女士 四十五岁 丈夫异地生活 她一年 回来两次 我跟丈夫已经两地分居五年了 开始的一两年还坚持得住 自己并没有松懈 能够自动抵御外面的诱惑 但是自从我发现丈夫在外面有一个临时的小家之后 我气愤极了 他说自己是男人 常年在外不容易 让我理解他一下 我没有跟他大吵特吵 也没有提离婚的事情 只是我已经不爱他了 我也没有必要为他守身如玉 在网络上对我表白的男人也不少 我只需要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就行 丈夫不在家的日子 我也不会太过空虚 但是只要他回家来了 只要他不带女人回来 他还雇这个家 我也会尊重他 他对我有要求 我也从来不会拒绝他 毕竟 我还是他的妻子 他赚钱也会给我花 结语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 男人不要以为自己聪明情商高 就可以沾花惹草 其实女人比男人更加精明 男人不要以为 无论自己怎样对待女人 他都会对自己忠争不二 等他失望攒够的时候 就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 容易被别人趁虚而入 一般女人都会着想 对自己的丈夫一心一意 但是有的时候男人的行为 太让人伤心和失望 他们也会选择找别人 他们之所以婚外有人 也是有自己的苦衷的 所以男人在婚姻里 一定要多多关心自己的妻子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